各位好,我今天要为各位讲的是 太极拳祖师王宗岳先生所写的太极拳论 太极拳论开始的第一句是说 太极者无疾而生,阴阳之母也 动之则分,进之则和 太极拳,这个拳字呢,是指示之词 就是说太极这个东西 所以说太极拳,无疾而生 是说太极这个东西是无疾所生的 而就是所 无疾而生,就是无疾所生 所以太极者无疾而生 就是说太极拳这个太极 它是无疾生出来的 这句话反过来说呢,就是无疾生太极 无疾生太极 所以说太极者无疾而生 阴阳之母也 所以太极呢,是阴阳的母体 母就是母体 所以说太极者无疾而生 阴阳之母也 简单的讲 就是说无疾生了太极 太极又生了阴阳 所以才会说太极者无疾而生 阴阳之母也 所以说阴阳是太极生出来的 那么下一句呢 动之则分,进之则和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太极它如果在动的时候 它分出了阴阳 这是往外走 往更多的地方去走 而进之则和呢 就是当太极进的时候 它又回到无极那边去 所以和了 所以说动之则分是往多处走 进之则和是太极往 原来它的本体去走 所以太极者无极而生 阴阳之母也 动之则分 进之则和 就是说太极 它从无极生出来了之后 它自己呢 又分出了阴阳 但是太极它本身呢 如果它是在动的时候呢 它就生出了阴阳 但是它进的时候 它又回到无极那里去了 所以太极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点 太极这个东西 古时候又说太极就是太一啊 太极其实就是一 一呢 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 一生二 所以说太极 它就是一 它从道那里生出来 那么它自己本身呢 又可以变成二 二就是阴阳 所以太极 无极而生 阴阳之母也 其实也就是老子说的 道生一 一生二 道就是无极 生了太极 太极生了阴阳 所以道生一 一生二 所以王中岳祖师的太极全论的阴阳学说 其实就是老子学说的另外一种说法 这也是一般民间比较喜欢采取的说法 因为这样的说法呢 比较能懂 如果一般人讲说太极 就是一 那么道 前面呢 无极就是道 所以道生一 一生二 大家的感觉呢 就没那么强烈了 所以王中岳祖师就说 它是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就是阴阳 两仪就是阴阳 所以古代呢 太极全的学说 太极的学说 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但是它的来源呢 都是来源于道家的老子